來看雲林島南火車頭的附近 有這麼多危機停車 管政府打算給附近的公園 來蓋地下的停車場 但是就有民眾掛布條的空意 因為說不應該為了停車場 來犧牲營運動的地方 雲林管政府幹部處 無證實標示說 這個計劃是他的評估 會尊重提供的意見 一陣子有很多民眾來到島南 說好公園散步的運動 這附近有島南火車站 這附近有很多車位停 為了提供更多的停車訴求 雲林管府結尾要在 公公園蓋地下停車場 不過當地的利民是強力反對 一天都來兩次、兩、三次 都在早時跟早時 比較涼快就出來了 如果漏下去之後 有可能會造成 三合這幾百個房子的攤方 這是要請管政府要注意的 到南南昌里的里長表示 我國公園附近 一間有兩人的停車場 而且只有四百公園而已 不然停車未來夠用 那被先公園去去停車場 利民控制會失去一個休憩的地方 對處雲林管部處是表示 這個新起的地下停車場 整個四百公園都有保留公園 不過目前民主要是 在公園附近的地下停車場 無論是要來評估 把整個流程把它走完 那這個案子事實上 是在可行性評估當中 那可行性評估的過程中 得到一個結果 民眾的反應 我們都如實會在 我們評估報告裡面來撰寫 也就是說 這個案子還沒有成行 雲林管部處表示 這個新起的地下停車場 整個四個方案都有保留公園 總共可以提供一百七十個停車位 不過目前民眾的議員無關 他還繼續交通 無敵對立民的動議進行 是不會把申請案散去中用 記者王偉雄 雲林報道